大家好,我是Patrick。 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 僵黄素的治疗及保健功效。 这里有一份报告 指出僵黄素的药理功能。 它有抗血脂、抗凝血、抗氧化、 力胆及抗癌的作用。 抗癌方面,僵黄素是非常有效的。 它的机率是什么呢? 究竟它怎样做到的呢? 它诱导恶性肿瘤细胞的分化, 它诱导肿瘤细胞的凋亡。 就算成长了,都可以让它死亡。 与细胞不同的生长期, 僵黄素都能够起抑制的作用。 这点非常重要。 可以说,僵黄素对预防癌症、治疗癌症、 抑制及预防癌症的扩散非常有效。 我们来看看一些动物实验的结果。 显示僵黄素能够抑制皮肤癌、胃癌、 十二指肠癌、结肠癌及乳腺癌。 僵黄素能够做到 第一,减少肿瘤的数量, 诱导肿瘤的凋亡。 第二,缩小肿瘤的大小。 第三,降低黑色素肿瘤的肺转移 及淋巴癌的生长。 第四,让肠、肾、肝癌细胞的基因破裂。 因此,癌细胞无法继续生长。 僵黄素在全球有很多临床实验。 刚才提过的直肠癌、结肠癌、 胰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 骨髓癌及其他的癌病变。 甚至脑颈癌,有一种叫克罗恩病, 对直肠炎、结肠炎、 甚至肋风湿关节炎一样有良好疗效。 僵黄素是天然的食物, 它能够帮助舒缓甚至治疗肋风湿关节炎。 肠胃溃疡、消化性溃疡、 幽门螺旋菌的症状等等。 还有糖尿病。 糖尿病困扰很多人。 僵黄素也可以治疗糖尿病。 不单是二型糖尿, 连一型糖尿都可以。 看下面, 因浮射而引起的皮肤炎、皮肤癌都会有帮助。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老年痴呆症和帕金森症。 这两种的症状是因为农药残留在食物中, 让现在患上老年痴呆症和帕金森症的人越来越多。 僵黄素能够帮助治疗, 及改善这些症状所引起的疾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